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要隐瞒真相 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教科书给出了若干种答案 其中有一种叫做自我保护 需要被谎言所保护的未必都是不正当 不光彩 毕竟谎言也可以是善意 但是在很多种情况下 说谎者想要保护的却是内心那个既不敢 也不能与法律碰面的自己 谎言成了诸多犯罪的华丽博装 揭开有谎言编织的面上 真相 往往令人难以置信 富商深夜神秘失踪 是因为躲债而潜逃 还是有仇家绑架报复 一个突然打来的勒索电话 戳穿了精心编织的谎言 这一天 黑龙江省伯利县 一个名叫段宝全的商人 被家人发现神秘失踪 据他的妻子赵亚娟向警方反应 前一天 也就是4月6日的晚上 他意识到 一天都没见人影的丈夫肯定是出事了 因为他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 除了账户段宝全 已经欠赌债 被绑架了 对方要求拿178万 现在人就在楼上 很安全 有吃有喝 你不用担心 什么时候把钱筹到了给我送来 什么时候就放人 由于这个电话号码没有实名登记 警方无法查出机主是谁 但电话中所说 段宝全欠下178万元主债一事 是否属实呢 段宝全的妻子赵亚娟说 丈夫这些年生意越做越大 人际关系也越来越复杂 最近这段日子 他的确沉迷于赌博 甚至为此负债累累 是经商的 做买卖的 接触的人三叫九流 什么都娱乐了 花销了 打牌了 这些不可避免 耍钱上任我 帮他还击 我一心里的派一切 就是 还不让赢的高利贷什么 我都给他还 段宝全因欠下巨额赌债 而遭遇绑架 这种可能性显然存在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 在对曾与段宝全 有过这方面来往的人 进行查证后 警方又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没发现他有 说欠面 大哥赌债这种事吧 没发现 只有些少量的 三双二双的 但都已经还完了 警方倾向于认为 所谓为讨还赌债 而绑架段宝全 很可能是嫌疑人 编造的一个谎言 其真实的作案动机 应该是寻仇报复 果然 一个重要证据的出现 印证了警方的看法 7号12点左右 段宝全这两个朋友 他俩是在一起 发现这台车了 就是这个 段宝全的车 停在这个 星期节一个活动里 4月7日 段宝全的轿车 被他的两个朋友发现了 停车的地方 与段宝全的家 相距甚远 他为什么会将车 停在这儿呢 更加令人奇怪的是 柏丽县警方 竟勘察发现 这辆车的车门 没有落索 驾车的人 似乎离开得 十分仓促 而且车内的一些 贵重物品 也没有丢失 段宝全 他有糖尿病 他这个 就是打一倒数 那个责任 还都在车里 涂财 车也是有价值的 车内的财物 也是有价值的 为什么要扔到 这个抛车 抛到那么一个 特殊的位置 嫌疑人 弃车而去 对车内的贵重物品 视而不见 这只有一种可能 此人并不屠才 而是要对段宝全下手 现在 迫切需要查清的是 段宝全失踪前的 最后去处是哪里 到底是谁 把他的车 开到了离家 这么远的地方 是嫌疑人 还是段宝全自己 段宝全是在 4月7日被爆失踪的 前一天 也就是4月6日 他一整天不见踪影 家人见到段宝全的 最后时间 是在4月5日的晚上 当时 他有什么异常的表现 又和谁有过接触呢 段宝全的妻子赵亚娟 是这样向警方描述的 当天晚上 段宝全像平时一样 没有回家吃晚饭 直到家人入睡 段宝全也没有回来 夜半时分 睡梦中的赵亚娟 突然被惊醒 虽然睡眼朦胧 但他还是听出来 这是段宝全回来了 因为平时夫妻俩 不是在一个卧室里休息 所以赵亚娟 并没有起床查看 第二天早晨 5点40分左右 赵亚娟起床 给儿子准备早餐 但是他却惊讶地发现 段宝全不在家里 但床上的被褥 却是打开着 并且家里一个抽屉里 放着的三万元现金不见了 如果赵亚娟的记忆是准确的 这就意味着 段宝全当天晚上 在家里只睡了几个小时 便匆匆忙忙地 在凌晨时分 带着一笔现金出了门 由于警方在这个时间段 没有查到段宝全有通话记录 所以他肯定不是被临时叫走 而是跟对方事先有了约定 要在这个时间见面 和段宝全有约的这个人是谁 他们见面后做了些什么呢 事发后段宝全的汽车 为什么会停放在 那么一个奇怪的地方呢 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 合理的推断是 段宝全4月6日凌晨出门要见的 很可能就是前一晚 最后和他有过联系的人 警方随即查明 此人是段宝全的一个情人 就是在4月5号11点 当天晚上他们在一起 就是吃完饭 吃完一宵吧 是段宝全 市中人段宝全送了情人回家 之后他还给了情人打电话 打电话是到家了吧 到家了 到家了我也回家了 这是最后通话 就是将近11点 吃中前一晚 段宝全一直和这个情人在一起 回到家的最后一个电话 也是打给他的 现在有足够的理由怀疑 段宝全凌晨时分 松松出门 要去见的还是这个人 经查此人名叫杨敏 29岁 而这个名字一出现 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段宝全汽车停放的地点 几乎就在杨敏的家门口 这个发现让警方高度紧张 因为经过这车辆的内部勘察 一些很不乐观的信息 已经浮现出来 当时我们发现了一共四处地方发现的血迹 我提取了两个人的血迹的DNA 其中一个人的 经过咱们这边鉴定 已经是确认是断保权的 从对汽车勘验来看 车上有四处血迹 分别来自段宝全和另外一人 这就是说 段宝全很可能在车上 与人发生过激烈冲突 至少已是身负重伤 那个人是谁 和家住此处的杨敏有关系吗 发生冲突的原因又是什么 警方的侦查方向由此被引入了一个 更加复杂的领域 他们发现 段宝全的私生活很不检点 曾与多名异性有过某种特殊关系 章亚轩讲述说 段宝全的几个情人之间 常常相互争风吃醋 因此也常扰乱段家人的正常生活 有一次 段宝全的情人杨敏 为了表示对段宝全的不满 还打碎了段家的玻璃 性格有些暴躁的段宝全 还为此打了杨敏 段宝全对他砸玻璃的事非常不满意 在段宝全就找他这个异性朋友 给他的异性朋友打了 写段去把那女的揍的 说的那个腿 他的腿也踹伤了 那女的也伤了 双方有过如此激烈的冲突 这会不会导致杨敏怀恨在心 进而在4月6日凌晨 假意以钥匙相约 将段宝全诱骗在自己的住所附近 对其实施报复呢 但是经过对杨敏 与段宝全秘密交往情况的分析 办案人员又觉得 这个怀疑有些牵强 也在一起相处三四年了 他俩已经有计划 单独买个楼 然后呢准备下一步结婚 生小孩 段宝全已经有了 迎娶杨敏的计划 说明双方的感情极不一般 所以很难想象 会因为某些日常纠纷 酿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更重要的是 就算杨敏有意报复 也不会选择在自己家附近动手 杨敏为什么要做这么愚蠢的事 说他这人呢 比较有心急 能够在凌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段 对段宝全实施犯罪行为 并在事后嫁祸给他的情人 这充分说明 本案显一人 对于段宝全的作息规律 和社会交往情况极为熟悉 那么4月6日的凌晨 段宝全在此人的操纵之下 究竟遭遇了什么呢 被害人 失踪这个过程当中 有这么的神秘 那毫无疑问 这失踪的过程是半夜 夜深人静 没有跟任何人接触的条件 那这个人就凭空就消失了 他肯定要跟受害人有接触 跟受害人有很熟悉 有这个具备这个条件 具备上处条件的嫌疑人会是谁呢 由于缺乏有说服力的线索 警方迟迟无法确定 段宝全失踪一案 就此搁置了一年多 直到2013年 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这年11月 民警得知 段宝全的妻子赵亚娟 突然带着儿子 毫无缘由地移居山东日照 并且牵走了户口 被害人是死是活 不知道 这种情况下 就脱离了 跟这个丈夫生存的这种环境 这个是不符合逻辑的 这种感情 我得把这个门守住 我得等你回家 除非在你内心当中 你已经有准确的答案 他不可能回来了 丈夫下落不明 赵亚娟却不再等待 在警方看来 这个耐人寻昧的情节 验证了几乎从 接到报案的时候起 他们就对这个女人 产生过的怀疑 你们对他调查呢 你一问到关键的时候呢 臭了 哭 先是哭 一见到我们警察呢 马上就哭 眼泪来特别快 可能是下一秒钟呢 那就好了 给我们感觉 好像是一种演戏 民警的怀疑 并不仅仅基于案发后 赵亚娟不无夸张的情绪表达 更重要的是 对于作案动机的判断 因为此前的调查表明 赵亚娟和段宝泉 其实早在2009年就已离婚 但是多年来 两人仍然同住一个屋檐下 按照赵亚娟的想法 离婚之后财产平分 但是段宝泉没有做到这一点 段宝泉离婚的时候 跟赵亚娟说过 你那孩子都可以 但你得精神出户 赵亚娟的财产 你一二年拿不走 赵亚娟因为她说对话吧 她始终也没理解 拥有千万资产 并且这是段宝泉和赵亚娟 共同辛苦创业的结果 而离婚时的财产分割 对赵亚娟显然很不公平 警方分析 这很可能让赵亚娟一直耿耿于怀 她具备作案时间 同时也有作案动机 判断的如果这个动宝泉 是失踪也好 是被害也好 谁受益最大 虽然她俩离婚了 她不是遗产的继承人 但是她俩是有个儿子 她是孩子的唯一的监护人 她会间接获利 赵亚娟列为重点怀疑对象 就是说如果说不是她所为 肯定也跟她有关系 从报案人员 变成被重点怀疑对象 身份发生这么大的转换 恐怕连赵亚娟自己 都始料不及 报案人员所依据的 并不只是一般性的推断 事实上 当初曾有一个可疑的情况 让他们研究了很长一段时间 赵亚娟报案后 接到了自称绑架 断保权的嫌疑人 打来的第二个勒索电话 警方进行了不空录音 我早几天给你打电话 早就从这儿逃了 他在哪儿呢 逃哪儿去了 你叫他半天 他也没回来呀 他也没回来他打电话呀 你别装了 如果半天之内 老陆过往前给我 转了起来 再高速半点 小心将年了 有点不对劲 是吧 且不说赵亚娟的语调 平静地不像一个 被勒索的对象 更重要的是 两个人的对话 有好几处 根本都对不上 几乎是各说各的 与其说这是一次临时通话 倒不如说 更像是两个 没有背下台词的 蹩脚演员临时登场 电话这头 赵亚娟当着警察的面 紧张地没送着剧本 而电话那头的男人呢 应该就是与赵亚娟合谋 对断保权下手的人吧 既然你是绑架 你要是要钱 但还没提供任何交钱方式 说你把钱送到哪儿啊 或者提供什么账号 把钱给我汇过来 那都没提 这不符合正常的 一个勒索电话 如此可疑的勒索电话 让警方产生了极大怀疑 他们立刻对绑匪使用的 电话号码进行了追查 但结果并不理想 这个电话咱们一查 他的归属地是哈尔滨 包括这个打出的这个电话的地点 是在哈尔滨 开的卡是黑大的校园卡 根本查不到这个实际使用的人是谁 他是从U局一次性领出来的 就是新办的卡 只打了一个电话 此时警方已经基本可以确认 这个打来勒索电话的人 就是赵亚娟的同伙 正是在此人的帮助下 赵亚娟才作案得手 听赵亚娟自己想 他想把说断马权杀害 可能性不大 他很有可能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同案 如果说这起案件 是赵亚娟做的这个案 他要再找同案这块 他可能都会非常慎重 一定会是 要不然就是互相识 这种网上买凶 不用实际见面 要不然另一种 就是他可能会选取一个 他最信任的人 那一个女人最信任的人 我们认为 要不就是他直系亲手 如果正如警方判断 真正的帮凶并有其人 那么他们在与赵亚娟 取得联系 商量谋划的过程中 就一定会留下痕迹 就是通过急诊 能不能发现 他有这么一个关系密切 联系频繁的这么一个人 第二就是银行交易记录这块 有没有跟某一个特定的人 有这种大额的金钱的往来 他还每天生活非常有规律 每天早上呢 就是准时六点半 送儿子上学 中午接儿子放学 完了做饭 始终没有发现赵亚娟与其他人 就是说有过联系 包括他的手机 还有QQ 微信 这些我们能想到这种 常规的联系方式 都想到 但是始终没有发现 没有大宗的银行转账记录 也没有通过网络社交渠道 与什么人往来 赵亚娟的人际关系异常简单 他甚至与自己的亲属 都很少往来 有句话 谁也做不到天衣无缝 他早晚会露出一些 反抹教 既然我们判断 他肯定会有同案 那么他不可能 永远不和这同案联系 民警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 在赵亚娟带着儿子 一句山东日照 整整一年之后 一个异常的动向出现了 他的银行交易 有一些反账 他是集中在一个时间段 几天时间 每天都是 一笔最高限额的三千 最多的每天取无比 和支出有几万元 根据观察 赵亚娟在山东日照生活的 一年多的时间里 他和孩子的生活十分节俭 作为一个女人 他甚至极少为自己添置衣服 时隔两年之后 他突然接连几天 提出几万元钱 会不会是认为 警方已经放弃调查 而放松了警惕 而这笔钱 是在对方的催促下 用于交付佣金呢 我们专门派了一个工作组 15人 赴山东日照实地开展工作 尽管经过一个多月的蹲守 并没有发现赵亚娟的生活 有什么异常 但是在对小区的工作人员 进行秘密走访时 一名小区清洁工 无意间向警方讲起了 这样一个细节 赵亚娟在山东日照 买房子装修的期间 就物业人员反应 曾经出现这么一个男子 大约40岁左右 接触比较亲密 手腕的手 然后清洁工就像聊天一样 问这是谁 赵亚娟表示这是他对象 山东人管对象 实际上就是夫妻官员 这个人的出现 让侦察员始料不及 因为此前 从被害人段宝权的亲属 朋友等关系中 均未反映出这个人 与段宝权有过接触或矛盾 他并不具备作案动机 那么这个人 与赵亚娟是什么关系 他们是案发前就认识 还是在案发后 才新结识的呢 通过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 我们对赵亚娟 在全国的轨迹 重新进行了一次梳理 以及深度研判 然后在一次 同乘飞机 同航班的条件下 发现了一名 黑龙疆籍的陌生男子 结果发现他老家是吉林九台的 赵亚娟老家也是吉林九台 我们又对他俩的这个轨迹 进行一下 比对碰撞吧 发现 这个 这名男子 出行轨迹 他俩有多次相同的地方 经调查 他名男子叫李强 男1975年出生 成长在加牧斯市 2008年起 在山东省微寒市定居 已婚 育有一子 无固定职业 发现李强在案发 事件之前 的一段时间 在伯利 也多次逗留 与那个断宝权 失踪的事件 是吻合 这个信息 引起了办案人员的高度注意 因为李强 不仅与失踪人员断宝权有交集 更重要的是 他的行动轨迹 和断宝权的妻子赵亚娟 也有很高的重合度 包括大庆 长春 还有 齐代河 都有 他俩相同处 但是呢 比方说他俩住宿 他俩在同一 不是同一时间 也不住同一房间 但是 都是在同一天 难道这一切都只是一种巧合 警方分析 这个人的出现 有诸多诡异之处 如果说 他不是那个 出现在赵亚娟家里的人 他也一定与断宝权的失踪有关 根本就没有获取 他俩有直接联系的 渠道 没有获取到 真实的 难管是虚拟的 就没有 他俩见面 或者他俩通电话 或者他俩发信息 他俩网上聊天 用QQ都没有 所以说怀疑 他们俩能不能有 其他的一些 更秘密的联系方式 这个秘密的方式 到底是什么呢 信息研判组 经过严密的搜寻 终于得出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 令侦察员们十分惊讶 我印他俩 在一个传奇游戏 有过多次聊天记录 因为获取之后 发现了 他俩在聊天中 曾经提到过 就是与断宝权有关的话题 为了尽快查清真相 专案组随即 派出一组人员 赴山东危害市 李强的居所 寻找李强的作案证据 非常有心机的模式 什么事呢 考虑得非常地周密 我们的人 不间断地 对这些嫌疑人 尾随跟踪 所有的信息 证据 应该将 已经锋芒 终于 在密切的追踪之下 一个极为关键的 涉案证据 被警方获取了 对李强跟踪了 二十多天的时候 很幸运的 也是秘密的 获取了 李强家中的 生活垃圾 并且由我们侦察员 邮寄回我们市局 技术部门 对其进行检验 案发时 在断宝权的车里 不提取了 两个人的血迹的DNA吗 其中一个人的 已经确认是断宝权 另一人的 就是疑似犯罪嫌疑人 这样咱们就通过 秘密的方式 提取了这个 李强的DNA检验 和车里的 这个血迹的DNA 最后比对 比对的结果显示 在断宝权的汽车里 留下血迹的 另一个人 正是李强 由此可以确认 本案继赵亚娟主使 李强实施 而受害人段宝权 已经遭遇不测 直到此时 赵亚娟终于承认 所谓段宝权失踪 是为掩盖真相 而报的假案 施法当晚 正是赵亚娟自己 主导了这一切 期儿一来就行 竟然对他 就是这样 他困他睡不着 睡不着觉 那段时间 睡眠不好了 要睡觉要 我就直接 不够他 支持 案发之后 赵亚娟 始终被恐惧 紧紧包围 我整天生回来 就是被他瞪眼的恐惧 总觉得他没死 他还会回来 我瞪眼的那种感觉 自己现在犯了一个错误 后悔的生命来不及了 长达两年的断宝权失踪之案 终于真相大白 赵亚娟报案之初 向警方做出的种种陈述 无一例外都是谎言 2012年4月5日 也就是断宝权失踪前的最后一晚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 现在是深夜十一点钟 安顿好儿子的赵亚娟 却怎么也睡不着 他知道迟迟未归的断宝权 一定是在跟情人杨敏约会 就在这个时候 带着一身酒气和浓烈香水味道的 段宝权回来了 段宝权身体不好 睡觉前要吃药 但他不知道 这个晚上赵亚娟递给他的 是安眠药 赵亚娟回到卧室 打开电脑 进入了网络游戏的页面 像平时那样 他通过留言 与李强取得了联系 只不过 这次留言很短 就三个字 你来吧 两分钟之后 一切都结束了 在赵亚娟的帮助下 李强将段宝权 放置在他的汽车上 然后朝着段宝权的情人 杨敏家的方向驶去 这个过程并不复杂 但令人疑惑的是 平时看起来 文静贤淑的赵亚娟 是怎样和李强 密谋到了一起 对前夫段宝权 实施这种行为的呢 难道 仅仅是因为 看中他的财产吗 不 真相 不会这么简单 赵亚娟说 他对段宝权的怨恨 是在这十多年的婚姻中 逐渐累积的 年轻时 两人共同创业 许多矛盾都被压制下来 而这些年 事业有成 问题再也无法掩盖 这样条件好了 就开始 我就感觉到 在外边就是有女人了 不止一个 我就气得不行了 我那时候就是 精神就特别不好 天天就是疯疤压压的 赵亚娟说 他以为离婚 可以摆脱这种生活 但事实证明 平静仅仅维持了一天 离了婚 手续办完了之后 他走了一天 他又回来了 不走 当往前这人 打人也是比较 下落比较狠 离婚了 更加肆无忌惮 还把情人离回家 赵亚娟如果稍有 不满意的地方 就打打出手 在离婚之后 段宝权也告诉赵亚娟 你不行找别人 如果你要找别人的话 我跟他财产 我全部收回 我真是这样的落比 我自己觉得没有活路了 告诉我 那你要是死 你就死 你就这个房子 给你当分行地 你要是疯了 你就上三楼 我就故意而看着你 根据赵亚娟的交代 就在他与段宝权 离婚了半年多之后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去加莫斯的叔叔家 小住几天 期间他突然就想起一个人 其实正好看见 他就是他们家的邻居了 然后就 就是也是突然就想起来 不知道这小孩怎么样了 就要了个电话好了 赵亚娟所说的这个人 就是李强 根据李强讲述 他与赵亚娟 可以算是彼此的初恋 而那已经是 18年前的事情了 在火车上认识的 然后聊得挺特别的吧 挺阳光的 他一说话 他是我叔家的连连 就那么巧 反正就是 彼此感觉就是 印象挺好的 同性的 由于种种原因 这段感情无果而终 但谁曾想 多年之后 一个偶然的机会 两人又取得了联系 不仅在网络上聊天 还曾多次到外地约会 赵亚娟就把李强 当作一个知己 就总把斗宝泉 对他实施家暴 这些种种行为 总跟李强进行疏苦 就感觉好像他挺不幸的吧 应该是 走到这一路上 想走他走不了 离了也不行 就是就觉得没有人帮我了 我就走 让他和别人就绝路了 突然觉得 怎么有人能帮我呢 赵亚娟就说这么一句话 说不行就最多富人心 李强开始没能当回事 以为他在开玩笑 等到 11年代下半年之后了 这个赵亚娟就非常强烈了 终于 李强被双方不正当的感情 和所谓的同情心 冲昏了头脑 他答应了赵亚娟的请求 2012年4月5日深夜 一切无可挽回地发生了 赵亚娟原本是个值得同情的女人 法律其实也给他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但是懦弱 不平和怨毒 最终让他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 虽然事后 赵亚娟精心编制了各种谎言 但害人害己的结局 却早已注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